113年花联县政府及所属机关及邀请机关联合运动大会 23号在县立田径场热闹举行 县长徐正位立委傅昆琦还有傅县长严新张 及县府的各科室主管以及乡镇首长 还有多位县议员都到场为大家交打气 县长他也请免大家除了在工作岗位尽心尽力 也要借由运动赛事来增进身心健康培养团的精神 现在徐正位表示今天不是一场运动社会 更是融合运动与环保的重要时刻 为了落实花联静灵路径并且推动静灵生活转型 静灵运动会以静灵绿生活永续美花联为主题 就由低趟活动减少对环境的负荷 将静灵永续落实在生活当中 这个高聚高耸维俄的中安山脉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穷前景 有我们的这个远景 非常非常漂亮的中安山脉 而稳稳郁郁非常的清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守护这块土地 精灵碳排虽然是这几年的显学 但是花联一直不断的在实践中 友善的城市 也是不断的在所有历届的县长 历任的县长都在推动 永续城市 友善城市 国际城市 旅游佛跟其支持表示 感谢所有参与运动赛事 所有军工家的伙伴们 持续为花联付出贡献 在各个领域为所有乡亲提供最好的服务 在花联的贡献付出 在各个领域为我们乡亲做最好的服务 要有一流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 才会有一流的国家 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为花联的贡献 所有地方重大的建设 付坤其会全力的来推动 谢长徐游表示 永续是国际优势 更是花联的日常 要达成国际智慧城市 广广友善花联的愿景 作为师征兴奉的花联军工教人员 必须率先实践五个核心价值 积极尊重精进合作以及感恩 记得喜欢花联的老